这里头咬的黄瓜这个外置 这里就加一只的 四坪小许子里头咬的黄瓜这个外置 这里就加一只的 这个孔介绍的时候说 这个姑娘有二十岁了 现在这个孔介绍的时候说 这个姑娘孔还要定这个孔 介绍的时候说这个姑娘有二十岁了 现在这个姑娘来 你爸你这才十十岁 我刚刚来问到几 这个孔还不行吗 还要过来跟考那 我们已经处置好了 那个是他家长同意 但是他不止14岁 他已经15岁 马上就16岁了 已经给他们告知了 然后让他带回去了 不得不承认呢 他是好心 做这个一参加订婚的呢 这个亲友给人举报 可是人是订婚人 不是结婚 你这个供权力管得太多了吧 就是其一 其二我觉得 要问公权的一些个问题 像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是生活 可能有些个困难 要依靠婚人这个救济 家庭可能比较弱的那种 这种方法 他们能不能救济自己 有可能会的 你他自己救济 你不让他救济了 家里的比较困难 找一个亲家 要帮上他的家庭 你等了法定年龄以后再结婚 有什么问题 又不违法 是吧 你说这种情况 你觉得挺心痛的 这个等于这个家庭受束缚了 这个 那你也不是举报他呀 你不是提高福利吗 帮他吗 他自己救济 你不让他救济 他有困难 你也不帮他 你让他怎么办 把性当成一种生产资料 一种资源的 可以说是可能让人感觉不好受 是吧 那但是这个感觉不好受的人 可能是登徒子 比方说 一种人呢 就是他希望掠夺你走 是吧 咱讲爱情 咱不讲彩礼 他掠夺你走 他连交易 他连交易都达不到 他还不义生意交易人 另外一种呢 他就把你的性资源 他已经要掠夺你 他就把 他看到他的资源 是吧 他不允许你自己变现 而已 哇 这些个龌龊的人呢 是吧 拼命的就是依靠别人傻 来占别人的便宜